哈喽,今天我们做一碗番茄鸡蛋汤面 我们用两只小番茄,两只鸡蛋 做一到两人份的 两个锅可以同时开火 那一只大一点下面调 水多一点,面不会糊 但也不要太多,太多浪费水电 煮水先 另一只可以小一点 比成品后的汤面大一点点就可以了 番茄先煸炒 番茄煸透了,就放清水 如果你做这么一大碗 就放这个碗的七八分左右的水 这边水开先下面 做汤面不建议面放太多 会糊糊的吃不到汤 那干面,湿面都行 等到它面软软的,就移到番茄汤里再煮 水开就直接下 面汤开了 先撒一点盐 宁少物多 因为到桌上你可以再补的 淡就这样直接下了 再开就直接关火 因为淡下去后 如果长时间煮的话 它就会出泡泡 就会不好吃 又不好看 淋了可以撒些葱花 这碗简单 用营养的面汤水就这样做好了 那如果家里有人不舒服了 或者你懒惰了 也或者家里找不到其他食材了 这碗汤面也是很好的选择 你可以举一反三 做出好多类似的汤面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